這一趟對付中共黨員的種種限制是應該很有作用的 而且中共當局大概也有一種有苦說不出這種情況 大家都知道了中共的權貴很多很多都在美國有居留權 有美國的公民身份的 而且在美國也有很多的資產很多投資 這個當然中共當局是不敢承認的 那既然美國是針對中共黨員到美國旅遊居留實施種種限制 當然也表示它非常掌握中共黨員在美國居留投資買資產的情況 以中共權貴在美國所保有的資產的數量來說 這是非常嚴峻的打擊 也是中共不敢提不願意提的情況 所以這種人工不法的壓力對中共的權貴是非常嚴峻的 所以它現在呢 你大概都可以說 在中共有點錢的人 大概總有一點資產在外頭 總有一點資產在美國 現在這些資產啊 到美國去的旅遊啦 自由啦等等 權力受到限制啦 他們都感受到壓力的 謝謝you 念人 他們都感受到受歡迎 這些資產的資產